先请大家看一组视频 左侧是国家队队员顾全的投篮 右侧是前职业球员李清祥的投篮 他们的投篮都属于两段式颠头 随着现代投篮技术的发展 两段式颠头在职业赛场 已逐渐被淘汰弃用 而在国内很多普通爱好者 以及部分职业球员仍在使用 这是由于早些年国内的投篮教学 就是将两段式颠头作为标准投篮 中学时期 顾全在湖北的荆州体校学习篮球 当时的教练在教授顾全投篮时 首先是练习蹲马步 屈膝90度 双手做出投篮预备动作 手肘保持90度夹脚 将此动作保持约两分钟后再出手 每天都要练两个小时左右 这套训练动作 也就是两段式颠头的动作模式 两段式颠头的发力节奏是 举球与降重心同步 上下肢同时伸展完成投篮 此发力模式下的投篮 既没有起跳的绝对高度 也没有较快的出手速度 同时下肢的力量难以转化到篮球上 整体发力的效率较低 在2014年亚运会上 2米01的顾全接球投篮时 被身高1米8出头的蒙古后卫封盖 在今年亚洲杯4分之1决赛最后时刻 顾全的接球空为3分 再次被封盖 最终中国男篮也无缘四强 这两球充分暴露出了两段式颠头 投篮速度慢 出手高度低的缺陷 而李清祥在双子星百分大战中 面对张子怡与程兴凯的防守时 他的两段式颠头难以在外线 获得足够的出手空间 中远距离的投篮命中率为22.2% 知名NBA技巧训练师 麦卡兰开斯特在录主国内网络平台之初 就发布了主题为 传统投篮教学错了的视频 揭露了两段式颠头的弊端 我们在上面解读了两段式颠头 而与颠头相对的就是跳投 库里惯用的一段式投篮也是跳投 库里的一段式与科比的两段式跳投 都充分利用了下肢力量 都是下肢完成伸展后上肢发力出手 区别在于出手时机 一段式及1.5段式是在起跳最高点前出手 而两段式跳投是在起跳最高点 甚至下落时出手 一段式投篮的特点为 投篮射程较远 投篮速度极快 防守难以预判 两段式跳投的特点为 追求绝对的起跳高度 用较高的出手点换取投篮空间 抗干扰能力更强 在国内两段式跳投的代表射手 是朱方宇与王世鹏 而他们职业生涯早期也是使用的两段式颠头 在国内赛场打得游刃有余 然而到了国际赛场 在高强度压迫防守下 却难以获得投篮的空间 他们回国后 冒着在国内联赛中投篮命中与下滑的风险 不断苦练 把两段式颠头改为了两段式跳投 这也成为了他们之后 在国际赛场豪横的资本 近些年 随着小球时代的到来 三分已成为了进攻端的主流 一段式以及1.5段式投篮的优势更加明显 一段式投篮在比赛中需要较强的人球结合能力 在国内现役的优质射手中 像吴钱 原帅都是使用的1.5段式的跳投 1.5段式的跳投 也是陈球与降重心同步 更多的利用下肢力量来投篮 相比一段式有更高的起跳高度 相比两段式跳投有更快的出手速度与更远的射程 整体的抗防守干扰性较强 然而 像吴钱在青少年时期练习的仍是两段式颠头 也是后来才修改了投篮模式 类似的案例还有张振霖 在今年的休赛季 张振霖赴美特训期间 NBA技巧训练师德鲁汉伦 针对张振霖的投篮模式进行了修改 也是把曾经的两段式颠头 改为了1.5段式的跳投 近日张振霖在CBA新赛季的首秀中 使用了新的投篮模式后 她的投篮表现也十分惊艳 可以看出她对调整后的效果 是非常满意的 1.5段式的声音 2.5段式的声音 3.5段式的声音 感谢观看